非常高兴今天见到大家 像昨天见到孩子 这个感觉一样 好像历经劫难 有这个重逢的感觉 很激动 很感慨 我觉得在这个和平的时代 有这样的感觉 虽然好像有点遗憾和惆怅 但是我觉得和平的时代久了 也许这样一个好像是苦难 能够提醒我们一些什么东西 可以让我们去再思索一下生命的意义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许这样的苦难是对我们有益的 好 我知道大家在这里的 都是已经survived了 就是经历这个疫情 大家都生存了下来 我这两天每次祷告 就会首先想到印度和一些 他附近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就会为他们祷告 我们现在好像 像中国呀 美国呀 这个原来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现在差不多开始 慢慢的要脱离疫情了 但是像印度啊 还有东南亚 像缅甸啊 泰国一些国家 还在好像水深火热之中 看到像人间地狱的一样的 有些照片 所以我们继续要为他们祷告 就是盼望 他们能够早日的脱离疫情 我想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不能做太多的东西 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 感谢主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 父母对孩子 从警戒 勉励 辅助 到忍耐 这段经文呢 是从 帖撒罗年家前书 1st Thessalonian 514 I think probably Patrick is very familiar with that 为什么我选这个经文 其实这个经文是 应该是保罗对 众弟兄姐妹讲的 好像教会的领袖讲的 但是呢 我就是有这个 有个感动 我在 这个经文就冒出来 因为我很快要讲 这个华夏 这个福音神学院的课程 就是教母辅导的首要原则 这也是我要讲课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段经文 我在准备的时候 我想 这个其实也是合于父母啊 所以呢 我就用这个父母 但这次的对象 就是父母 虽然这是母亲节 那我想呢 这个应该也应用于 父亲 所以说父母对孩子 所以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实体聚会 这里PPT也没有 如果第二次 不就会有了 因为我们在 西海岸 我们实体聚会 大概来一部分人 这里会打 所以你们看得见 所以现在如果PPT 你看不见 你可以在手机上 看那个教会的这个 这个图像 就可以看到 所以呢 这个疫情这段时间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 我是非常纠结的一个母亲 就是时不时就想提醒一下孩子 这个3W 哪个3W呢 Ware your mask 戴口罩 Wash your hands 洗手 然后还有 Watch your social distance 注意社交距离 就很想时不时 提醒人家 但又怕人家觉得我很烦 所以呢 就是有机会的时候 就稍微提醒一下 就是我觉得 整个的疫情过程 就是挺焦虑的 还有就是我 我给孩子寄过两个package 口罩 手套 都很可怕的 就是我的手套有几五百个 那在疫情前期 那个时候好像手套都很紧张 口罩也很紧张的时候 反正在整个过程 都是很 非常纠结的 但是我现在好多了 我觉得心也放宽一点 那我呢 就是作为一个 大家也知道 专业辅导师 除了 为自己的孩子 这个纠结以外 我这个一年多 看很多的clients 很多的 我的 我们的客户吧 或者叫病人 我们还不叫病人 病人好像是 会让他感觉不是很好 We don't call them patients We call them clients 那clients呢 中文不太好翻译 你说客户呢 好像做生意 所以我们叫来访者 比较好 那我就说来访者吧 就是很多 尤其是这段时间 青少年孩子特别多 就是 adolescence 和children 很多 我现在在看 就是 around 10 kids age from 9 to 18 就是孩子 然后 one third of them 三分之一 都有过 suicidal thoughts 或者 suicidal attempts 有 有自杀倾向 或者有 自杀的尝试 当然是 为谁了 是吧 否则也不会来 家长也不会送来 来看我 所以呢 我就觉得这个方便 特别有感触 在这个方面呢 我在辅导这些孩子的时候 我就会问他们 为什么你会有 这种想法呢 suicidal thoughts 为什么想自杀呢 为什么 甚至 走到了 都有尝试的这个地步 有的是 try to drown themselves in the bath tub 有的是 just you know try to use knives all that you know 就是 有一部分 就是他们是 因为这个 online classes 让他们觉得 非常的困难 本来 我有一个client 他是stray A student 全是A的 门门是A 但是一上 这个网络的课程 哇 他就马上就 成绩就下来了 他就非常的焦虑 我不知道 我中央孩子 是不是会有 这个问题 但我这些孩子 大多数都是 美国孩子 各个族裔 白人 蜥蜴 黑人 都有 或者混血的 都有 他们上网络课程 都觉得非常的痛 他们 prefer 喜欢 person to person 有老师 有同学 可以互相帮助 但是呢 哇 一下子 现在在家里 有的家庭 困难的 大家 they have several kids have fight for the internet 这个网络也不好 是吧 那就更加困难 所以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 就是他们都跟我说 家长不理解我们 家长没有觉得 我给你有这么好的房子住 有这么好的网络 他们觉得 你为什么学习还不好呢 家长不觉得 不能理解孩子 这个网络学习 的确给他们带了很多困难 不能去认同他们的困难 还是给他们 set a very high standard 给他们很高的要求 所以他们 这个压力很大 然后达到 就是我诊断 后来 diagnose 他们基本上都有 depression 或者就有 或者忧郁症 到了这种 还有就 clinical的 那个 anxiety 或者有的 都有panic attack 就叫 中文叫惊恐症 就是都已经不能呼吸 就是这个心跳加速 就是这个状况 要去 emergency room ER的那种 这个急诊室的这种情况 所以呢 就非常的严重 有的 也不敢跟家长讲 家长讲 他们还要 可能还要挨骂 所以呢 就是种种延迟 就是 就让我想到 哇 这个家长 在这个孩子的 这个 心理 这个问题上面 哇 还是 有 一定的contribution 好像也有 家长也有家长的 有份 他们也扮演了 一点角色 让这个孩子 这个疫情 已经这么困难了 但是家长呢 好像 没有太给力 反倒给孩子 还是很多压力 所以我在 就在 今天要 跟大家讲一讲 如果我们跟孩子 这样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 问题的情况下 我们 如何来 帮助孩子 或者如何改善 我们跟孩子的关系 有很多孩子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都不愿意 跟家长交通了 交通 跟你交通 你也不理解我 你还要 可能要骂我 所以他就 不交通 就关系的 就是 很僵 大家想想一想 如果我们 发现 跟孩子 这个 关系不好的话 我们 如果关系 我们说 We need a change 我们需要改变 是吧 那我们觉得 谁先改变 是孩子 你先改变 还是 We change first 大家想一想 到底谁 谁应该 change first 有没有 在座的 We change 为什么 因为改变 一般的 这种意见 对对对 是啊 就是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没法改变别人 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还有一个原因呢 是孩子 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弱者 如果我们是一个强者 在各个方面 我们 不管是 experience 还是我们 各方面的 power 我们各方面的 地位权利 都远远胜过孩子 所以要改变 我们先改变 否则的孩子 They will be overpowered 因为我们说什么 他就必须做什么 是吧 因为他们 吃我们 在住我们 现在没办法 我们在这个powerful position 所以我们呢 我们先改变 他们会觉得 就压力会小一点 所以就是 很多时候 问大家 就是大家知道 是家长 是家 原因 就是孩子 他是被动的弱者 是passive的 而且they are the weak ones 所以我们需要处于 帮助他们 这个地位 所以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 我们跟孩子之间 需要建立起一种 attachment 而且这个attachment 是建立在 我们家长 我们adults 给他们提供一种 叫安全的 secure attachment 这个在心理学里面 是一个最最 fundamental 最最基本的 一个要求 所以如果我们家长 不在这个时候 采取这种主动的 active的 这个 role吧 就是这个 这个角色 我们不承担这样 角色 那样的话 就很难改变 因为我们家长 是这个时候 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是的provider 提供者 我们是一个stronger 然后stronger ones 然后我们就得提供 给他们提供 这个情感依附 他们不依附我们 他们依附谁呢 他如果没有这个 情感依附 他们会有 将来会有系列的问题 所以这个图啊 我好不容易找到 一个中文的 你晚上有英文的 我这里也有英文的 Patrick可以看 Oh sorry 你可以看在手机上面 所以这个 这个情感依附 基本有三种 就是一种是 叫secure attachment style 一种叫 avoidant attachment style 就是我刚刚说的 如果孩子来找我们 他显得很 很缺乏动力 很沮丧 我们 你咋回事啊 我们就说 啊我以前 吃过的苦比你更多啊 我都没想象征你这样 如果我们这样的话 孩子就会变成 avoidant 他就要 躲我们远远的 他从我们这里 得不到帮助 还被挨骂 就是等于我们 push them away 他们当然要 躲我们远远的 是吧 他就在我们面前 没有安全感 所以躲我们远远 还有一种呢 是中间的一种 叫ambivalent attachment style 那我们有个家长 属于很忙哦 我们有空的时候 啊你好啊 跟孩子玩一玩 没空我们就 忙自己的事了 那孩子一会儿 好像你love me 你好像爱我 一会儿又觉得 你根本就不理睬他 你自己的事业 你的事情比他更重要 所以这个孩子 会处于一种 很纠结的 就叫 就会有一个 很焦虑 很焦解的一种 一种状态 所以他产生的 这种 感情感衣服 叫 叫ambivalent 或者anxious 或者叫 还有种更worse的程度 叫disorganized 这种attachment style 所以呢 大家看这个情况 哪一种好啊 哪种我们自己想要 或者哪一种 我们希望提供给我们孩子呢 当然是secure attachment 你们看看这个图呢 这个中文的这个 你就看到 这个儿童时期 孩子跟家长 建立的这个 这个衣服关系 就会影响他 他将来 他承认的时候 他的社交关系 他become adult的时候 他的 跟人家的social relationship 完全会reflect 他的 childhood的 这个attachment style 就是做辅导 做到后面 挖到最深 就是挖出这个东西 但是很多孩子 一开始 他没感觉safe的时候 他不愿意讲 他慢慢挖出来 基本上是这个 所以我非常喜欢 这个这个理论 就attachment theory 我很喜欢 所以我们要看看 说我们知道孩子 要的最多的 我想想我们自己 曾经是孩子 或者现在是成人 我们也是最想要 要什么样的 一种关系呢 所以我就说 对孩子 或对人来说 最需要的是什么 好 最需要的 我们可能现在都是 unconditional love 是吧 当然 就是 无条件的爱 这个很抽象 其实说的具体点 就是 接纳 acceptance unconditional acceptance 这方面的经文 有很多 我辅导的时候 如果他说他是基督徒 或者在孩子说 也去教会 我会给他们 a series of a bible 讲这个 how God accepts us unconditionally 有一个就是 约翰福音 John 1 12 这个 里面说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你看 如果我们信神 神就接纳我们 做他的儿女 赐给我们 所有的权柄 这个就是一个 神对我们的接纳 第二点呢 对人或者对孩子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说是 对今天我感觉很爱 what if 明天就没有了呢 所以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要的是 安全感 就是 how long would that be forever 是不是会永远 这个爱 这个接纳 会不会永远 一时的 可能我们都能得到 所以就很重要的 我们希望它 是长久的 永永远远的 叫security 所以菲利比书一章 六节 Philippines one six 这保罗说 我深信 那在你们心里 动了上功的 必成全这功 直到 耶稣基督的日子 直到 那我们知道 哪天来 就是这个永远的 一个概念 一直会来 一直会成全 那后面 最后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也得到爱 我们也得到 这个接纳 我们也有安全感 这一切 那关于我们自己 个人的价值 是怎么样的说法呢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也是想知道 我们每个人 自己的significance 价值和意义 要知道 我重要嘛 这个也是要 我们要能够 传达给孩子的 convey to our kids 所以呢 这是最重要的 在约翰福音 十五十六节 章五十六十六 说 耶稣说 是我检学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 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 长存 就看到我们 是对神来说 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significance 就是我们已经被检学 然后呢 神对我们是有 赐予使命的 我们是要去结果子的 具体怎么结 怎么样才能结 那有很多圣经里 有很多教导 我相信牧师啊 传道人啊 经常会给我们教导 或者将来 会给我们教导更多 所以呢 我今天用的是 《贴沙罗尼加前书》 一章 不 《First Thessalonians 5.14》 来跟大家分享 具体如何 在每个阶段 跟孩子 传达这个ABC 刚刚的ABC三点 就是被接纳 第二个 是有安全感 永远被接纳 长久的被接纳 第三就是 我是非常重要的 我有significance I am significant 所以就这点 我们就是通过 《天沙罗尼加前书》 我们去看 到底怎么样达到这几点 好 我们来读一下 First Thessalonians 我们又劝弟兄们 要警戒 不守规矩的人 勉励灰心的人 辅助软弱的人 也要向众人 忍耐 英文是 We urge your brothers admonish the unruly encourage the faint-hearted help the weak be patient with everyone 所以我看到 这个是很震惊的 我不知道各位 尤其是这里的 各位领袖 你们看了这个经文 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 都有点体会 在每方面 所以当然我今天 要把这个经文 用在教养孩子方面 所以第一点 我们先讲警戒 张牧师讲到 已经跟我们分享 都是要讲动词 是吧 讲动词 所以第一个警戒 admonish admonish是什么样的人呢 unruly 就不守规矩的人 怎么样unruly 我想起不守规矩 我就想起 我们家小孩 Aaron小时候 非常调皮 你就要往动 他要往西 所以我觉得是 很unruly 人家是terrible two 他是terrible one and a half 所以他是属于 我看到那个 那个动画书 Kelvin Hobbs 我非常喜欢 他也非常喜欢 我看到是非常高兴 我想哇 这世界上还有个孩子 比我们家Aaron 还要调皮的 我觉得就非常得安慰 Kelvin make me feel so much better 所以呢 所以这个孩子方面 怎么样去警戒他们呢 就是他不守规矩 怎么样教导他们规矩 那为什么要教到他们规矩 这里就是说 首先是怎么样 这是爱他们 是要保护他们 抵挡伤害 是吧 我们给他有一个 Boundary 然后这个Boundary 是Healthy的 为什么要这样呢 目的是为了 使他们成长以后 可以遵行 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 和护照 他们可以实现 他们身上的潜力 和使命 所以呢 这个这里就讲到一个 我们讲警戒 这个词 保罗在这里用的时候 是用那个Military Words 好像长官这个 在规训那个士兵养 啊你这个越界啦 或者叫你 Sousie你就立正 叫你向左转 你就向右转 所以这是比较重的一个话 但是在这里就说 对真的是 实在是不听话的 不守规矩的 当初保罗说 也是当初 Cessalonian这个教会 也是有点问题 所以保罗做这样方面 教导 那我讲 我们家小孩 我不能讲其他小孩 我就讲我们家小孩 我们家有人 就是很调皮啊 小时候 大家可能也 很喜欢恶作剧 就是尤其那时候 已经来到教会的时候 所以呢 这个目的就是为了 让他们成长起来 有discipline 有个规矩 他可以这样 实现他们的潜力和使命 大家很多时候 讲到这个规矩 大家说 哎呦 这个 很烦啊 觉得好像是 规章制度什么的 但我们要知道 其实这是神的旨意 我在教会里面 在疫情的初期吧 讲过 网上 讲课 讲 一段时间在教会里讲的 那时候 后来办到网上去了 也是讲这个 how to establish healthy boundary 怎么样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 我讲过那个 就是一开始要破除 我们那些迷思 觉得 你讲boundary 这是不是让我们很自私啊 什么的 就很多这种 灭死 所以其实呢 不是这样的 就神 在很多地方都讲的boundary 首先 我这里分享就是 创世纪 一章 26节就是 Genesis 126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 海里的雨 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 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就是说 神给我们规定了 一个界限 你就是 boundary就是管好 你自己该管的 不要去管 你自己不该管的 就是这点 就是 responsibility 的界限 of your responsibility 就管你该管的 不要管 你不该管的 不要越见 就是不到也不行 你该管的不敢 也是防止 不健康有问题 你不该管的去管了 那也是越见 那你也没有 遵循健康的boundary 所以呢 我 我觉得我们华人 家长这方面 有的像有一些误区 所以呢 这个今天讲的四点 警戒 扶持帮助 还有最后 最后的一点 警戒勉励扶持和忍耐 我觉得 警戒这一段 我会多讲一点 因为觉得这方面 有点误区 好 所以大家稍微忍耐一点 能够多讲一点 所以这个boundary 大家那个看的 就是我希望有PPT 没有可笑 我有很多这个 很酷的这个 diagram在这 有很多图 boundary这个 你看到 如果你看的话 有看到有四种 是吧 有看到四种 我们可以看看 我是属于哪种 就是我们的 你看到有四个小人 这边有框子 有一个框子 就是好像是 密不透风的墙 哎呀 我就跟外界不搭界 至少门前选 不管他人往上霜 从来就是 莫管闲事 这种健康吗 这叫rigid boundary 太 太这个 就是说 就像stone walling 没有 没有跟人家有交流 第二种呢 是种比较 有界限 但是孔很大 非常孔很大 如果我羊圈在里面 羊可能要么就逃出去了 或者狼就进来 把羊吃了 这种也是 大家看看 安全吗 还有一种就是 你看那个 那个有界限 几乎没有 almost non-existent 这样的 根本几乎就没界限 那个狼就乱跑 羊就乱跑 狼随便进来 那种 是吧 那看界限 还有一种 最后一种 最左边的那种 就是你看 有清晰的界限 但是中间有孔 就这些很清楚 但是跟内外 都有交流 所以呢 大家可以想想 哪种是健康的 所以你看了 就看到 哪个是健康的 所以我们在 刚刚牧师也读了一点 就是 以夫所书六章 和歌离习书 三章里面 都会讲到 父亲和儿女的关系 张牧师读了前面一半 是因为母亲姐 好像对儿女说 那我今天是因为 是对父母说的 那是今天就读 父母的这一部分 我想也apply to母亲 这里说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 和警戒 养育他们 这里大家也看到 这个警戒 这个字 然后歌楼西书 三章二十一节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就是神 给我们家长 定的一个教训和警戒 我们家长如果做不到 那也是没有达到 这个健康的界限 如果我们越界了 神让我们不要 忍耳儿女的气 我们就会忍耳儿女的气 这也是 就没有遵守神的旨意 所以这个是 我们家长 要注意的 所以这两点 大家都 比较熟悉的 所以 boundary怎么定 因为我说 今天稍微讲一点点 因为我不想把它 像讲成讲课的样子 我不想 像在网上的workshop 但是我就稍微提一提 就是我们 很容易 像我比如跟孩子 我小的时候 我们Aaron 小时候 我记得是要去上 那个kindergarten 就磨磨蹭蹭 这个鞋子不穿 还在玩 以前就 赶紧穿鞋子 就 拖到车子里去 就有一天 我就根本人无可忍 我就 我说你再不穿鞋子 我就 那就别穿鞋了 你再不穿鞋 我们就 今天就不穿鞋 就去上课 我就把它 抱起来 扔了车子里 就开去学校了 所以他到那边去 老师就问他 Aaron where's your shoes 他说 Aaron说 my mom threw me in the car 这样子 那我那种 就算叫 简单粗暴 是吧 简单粗暴 后来第二天 他也是比较快的 就穿鞋了 但是 谁知道 可能给他心里面 有阴影啊 我那个给他定个界线 你不穿鞋 咱们就 光脚就去学校了 OK 那我是 简单粗暴的 这样给他定了一个 规定 也做到了 但是这样方法 好不好呢 所以真正的 boundary的界线 是用这个叫 我叫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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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tands for 这个英文啊 因为比较好记 这样的 acronym比较好记 stands for 首先要 acknowledge the wanton feeling and wishes of the children 首先要认可 他的需求 情感 或者期待 比如说 Aaron这个时候 我就说 Aaron啊 我知道你还想玩 是吧 他说 是啊 我还想玩 这是说 A acknowledge their feelings the wishes 第二点C 就是 communicate the limit 要告诉他 这个boundary 就要告诉他 然后说 however now it's time for school 但是现在是 要上学的时候了 不能再玩了 这个就是 要communicate the limit 就时间到了 要上学了 然后T是什么呢 比较难记 但是 just make to make it ACT T T叫 target reasonable alternatives 要提供一个 变通疏导的 渠道选择 要给他一个变通的 否则他就stuck 没有选择 你必须 说 好吧 我们学校上完了 回来以后再继续玩 他会说 OK 那就好了嘛 所以 他又把鞋子穿好 很爽气 学校了 也没有跟我 有这种struggle 也抱不动他了嘛 还死金包 可能腰都会闪了 是吧 所以你就是用这个 ACT 这样建立的界限 这叫first level 第一 第一个 程度的界限 为什么叫第一程度 what if 如果他不听怎么办 我还是要玩 我就不穿鞋 那怎么办呢 所以呢 第二 大家想想你们会怎么办 第二 就是这个 elevated的那个界限 这个界限就升级了 升级版界限 就要告诉他后果 怎么弄呢 就是像我的儿子 可能需要给他后果 如果再不听 就如果你选择 if you choose 还是不穿鞋 现在不穿鞋 就要 现在不穿 我待会就 咱们就上学 今天就别穿鞋了 好 就是这个后果 还或者会说 因为我儿子小时候 很喜欢 那个allowance money 我就要用这种东西 来 限制他的一些privilege 我就说 如果你现在从今天起 不好好 及时穿鞋 准备好上学 你这个月的allowance money 就没有了 这个那时候都很管用 所以那就是叫 让他知道 你选择这样做 你就选择了一个后果 这个就叫 elevated boundary 所以他得掂量一下 weigh the choices 好 所以他如果这个还坚持 那就麻烦了 我就可能打电话 来找professional counselor 要找专业人士来辅导他了 我就也就没办法了 所以呢 就是这个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觉得怎么样 可能这里都是 这个资深父母了 可能说 weigh the know that 是不是都知道 都是你们都是很 成功的父母 可能不需要这个 但是如果在在座的有 至少有一个觉得 嗯 我可以试试 那我觉得 还是 会得到鼓励 好 所以这个孩子呢 主要为什么要建立 给他讲这个警讯呢 是为了 让他建立这个accountability 就是他要有责任心 我这个不想讲太多了 就是主要这里的目标 还是要建立他的自律 有discipline 然后我们在讲 建立这个 嗯 boundary的时候 我们家长要注意的时候 我们的attitude 一定要 一个是同时要gentle 同时要affirmative or assertive 就是又要坚定 又要柔和 很难吧 那我们肯定就开始 开桌子了 是吧 就开始这个喉咙 就开始响起来了 咱们还不能 但是大家想想看 我们自己喜不喜欢 我们家长这样对我们做 我们小时候 when we were growing up 我们喜欢我们家长这样对我们做吗 如果我们不喜欢的话 我们现在为什么对我们的孩子那么做呢 是吧 我们现在也可能对家长小时候 对我们的种种太严厉的方式 我们可能还耿耿以怀 但我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把这样 同样不健康的这个教养方式 要传递给我们孩子呢 然后他们再传递给他们下一单呢 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 所以 这个就不行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讲第二点 刚刚就说 要勉励灰心的人 encourage the faint-hearted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生活中 就不如意的十有八九 我们成年的人这样 孩子自然也是这样 尤其是 他们要到了teenager的时候 小的时候门闷懂懂 大家都玩在一块 一到了teenager 他们也可以上网 很多事情就发生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个一个叫Docudrama 是一半纪录片 一半戏剧片吧 就电影 这个叫Social Dilemma 有看过的举一下手 有谁看过 我非常建议看 在Netflix上面 中间有采访了很多 当初就建立 establish这些social media 这些social media 这些大佬 你知道这些social media 这些大佬怎么样 他们都不让自己孩子 在家里用social media 因为他们在 就像造原子弹的人 后来都后悔 他们在建立这个social media 就看到了这个 potential 它的潜在的破坏力 事实表明 这些年他们做的 这个青少年的自杀率的 这个曲线 就在一个时候take off 就直线上升 大家知道这个转折点 是在什么地方吗 能猜出来吗 就是孩子开始用social media 的时候 就完全吻合 你看本来孩子自己一个人 好好的 一看别的孩子 这样这样来 又party 又有很多privileges 很多这种优势啊什么的 他们就会feel bad 就觉得很自卑 本来你不知道 或者是又很慢慢知道 还好 他一下子铺垫盖地 你整天就看 因为你在晚上赛的东西 都是好的 一般很少赛不好的 是吧 我自己都很怕 看人家赛的东西 因为我看人家赛的东西 我也会feel bad 人家就是撒狗粮 是吧 我也很怕人家撒狗粮 就是我们也没什么狗粮好撒的 也不太擅长撒狗粮 就看人家撒狗粮都挺怕 反正就要忧郁了 反正就是 就是小孩同样的 他们不叫撒狗粮 反正看其他小孩 赛很多东西 他们就会很自卑 所以为什么 就会那么多孩子 很快的就会有 这个得焦虑症啊 或者忧郁症的 甚至panic attack 这种惊恐症 所以他们就会变成 就是所谓的叫 灰心丧气 灰心就是 lack of motivation 就是觉得啥都不行了 这种情况 我们该怎么办 家长怎么办 还是说 又会提我们当年 老子当年怎么这样 比你更苦了 我都好好的读书 我以前也tempted 我想说跟孩子说 你们现在一人一个书房 他们现在不是一个人 一人一个自己的房间 一人一个卧室是吧 自己卧室里都有自己的桌子 自己的computer 我说以前我们在上海 我们家五口人 三个小孩啊 就一间房 16平方尺 大概就100 16平方米 就等于160平方尺 我是用缝纫机 sewing machine 作为我的写字桌 有的是用那个chess 有的sewing machine 如果我给我的sister用了 以后我就用 这个五斗柜 就站在那儿写作业 我那时的 我尽量不跟我们孩子说 我那时候那样的情况下 我的功课都比你们现在好 那我这样说 不是把他们要 就是让他们又 discourage 我不想这样说 但是不小心会这样的 或者他们态度里面 会流露出来 这样子 所以呢 instead of这样子 就赛自己的以前的英雄世纪 那我们要去 encourage他们 怎么encourage呢 还是一样 这里ABC 我这里以前还是ABC 无条件的接纳 给他们安全感 让他们知道 他们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就是在 让他们不管受到 什么样的挫折 失败 都要让他们 从中怎么 找出意义来 学习功课 这样的话 如果这个挫折和失败 是不可避免的 不可避免的 他就可以塑造自己的品格 就是有个说法 叫我很喜欢 那个是Victor Frankel说 suffer when you have no choice to suffer 他是Holocaust survivor 就集中营的 那个犹太人集中营的 那个survivor 这个幸存者 他说如果你 have to struggle struggle bravely 就要很勇敢地 面对苦难 如果你 have to suffer suffer bravely 也非常勇敢地 这个挣扎 或者 就是面对苦难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耶稣 我觉得是 他是最好的counselor 我是很多时候 我现在其实在编一些 耶稣 其实他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 他的 不管是用他的比喻 和各种的 跟蒙徒的对话 他的教导 他用各种各样的 我们现在说 counseling 这个方法 看 这个方法 但耶稣用的最多 我觉得他是用 experiential 这个approach 就是 让你精神体验法 就是 其实真的 精神体验法 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 比如说 他为什么 讲那么多比喻呢 是吧 让子回头 让你去从故事里面 去精神体验 或者他要么 就是讲 啥种的比喻 也是让你 去精神体验 就这样的话 你就比较 能够感同身受 所以耶稣 在讲 不要忧郁力的时候 他说 你们哪一个 能用思虑 使瘦数 多加一课呢 是吧 他就是 很多时候 用反问法 你可以思虑啊 但是你思虑 能够让你的瘦数 加一时一课嘛 所以 耶稣是非常好的 一个 辅导 这个时候 我可以说 耶稣用的是 CBT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就是 reframe 就是叫 换位思考 让你 哦 猛然行 是啊 是啊 我思虑是不能 就让我们的思维 发生一些变化 就是 从正面来思考 那就 可能会一下 翻然醒悟 我就 我也不要思虑 思虑也没用 是吧 所以呢 有一个 我很喜欢用的 Metaphor 就是叫 Donut Metaphor 就是看到这个 Donut的时候 甜甜圈 是吧 Donut 我们一般注意 是注意哪个呢 注意里面的 注意外面的面的地方 注意那个圈的地方呢 我注意面的地方 有人说 我注意上面的 那个彩色的糖 Springles 有的人说 我注意里面的圈 但这个是 这个metaphor 这是一个象征 就是说 我们在关注一个 孩子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这个面 虽然我们也 acknowledge 我们要承认 是有个chart在里面 但是我们不要关注 那个缺乏的地方 看到人家成绩单 人家明明 有BA的 我们全都要看C 你怎么来个C 我们先鼓励 人家有A和B 好不好 是吧 我看你最近 很努力的 你看你得了 两个B 很不错 上次才一个B 而不是去看C 那他可能就会 自己会发现 哎呀我这方面 有一方面 那个物理 我还得花力 因为我得了个C 那他如果 我们给他 一种安全感 就说你得了C 也没关系 他就会愿意 跟我们交流 然后说 他会问 妈妈 你怎么样帮助我 他可能就这样 他愿意秀 他的 愿意秀 他的vulnerability 愿意把他的软弱 给我们显示出来 那我们就有机会交流 就有机会去帮助他们 如果我们每次 就骂他们 他当然他把成绩 他恨不得就藏起来 撕了或者烧了 是吧 他不愿意给我们看 或者挨骂 没有一个人愿意 受到这种叫 攻击性的语言 或者态度 任何攻击性的语言 或者态度 或打骂 都会把人推走 OK 所以为什么我们 我们觉得 给孩子骂他一顿 打他一顿 可能下次成绩 会好一点 会吗 那我想想我们小时候 对我们有多大的好处 或者我们可能有点好处 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我们愿意不愿意 让我们孩子 继续付这样的代价 所以叫focus on the doughnut not the whole 所以这个是一个 slogan 我很喜欢啊 然后这个就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not the problem 跟孩子交流的时候 我们要注重这个关系 而不是 particular 有特别的问题 就是 在帮助小孩的地方 我有一个 因为大家看到 这个很酷的一个 叫Wheel of Awareness 还有本是我建议大家念 叫Denseagle的 whole brain child 不知道谁念过 这里面有一个 他是用 俊达喜欢自行车的轮子 做比喻 就是 就是这个 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 出现问题 每般是 就像个轮子 自行车轮子 一个出问题 stuck 它就卡住了 所以我们要 重新健康起来 要recover 恢复 就要让它unstuck 怎么样unstuck呢 就是Denseagle 他提出来四个区域 我觉得 我自己给他琢磨了一番 我用了 好多次 我就慢慢琢磨 我觉得分成四个区域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四个区域 来帮助我们的心里 或者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好像就 一根筋搭错了 是吧 我们 钻进去脚尖了 就出不来 有的时候人就 忧郁症 焦虑症 很多时候就 根筋就搭住了 甚至有的人 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就是怎么样 unstuck 不仅仅就是一种方式 是四种 一种是感官区 在我教人 我就每次 因为现在都是网上做 做那个辅导 我都是 平时也有把咖啡在那边 我就说用 五个感官 five senses 来用感官 让我的头脑 从我那个焦虑中出来 我就 哎呀 这个咖啡 嗯 好香啊 这个smell sense of smell 闻一下 或者我就尝一尝 嗯 sense of taste 就是这个味觉 然后再摸一下我的杯子 哇 这个瓷器好好啊 然后再看一下 这个哇 咖啡的色层不错 就是五官 就能让我们 distract 就是 嗯 当然 还可以用很多其他方式 去看看风景啊 美丽的风景 为什么我们都喜欢 美丽的风景呢 这个也是能够让我们感官愉悦 能从一种苦 很那个 痛苦的境内 稍微拔出来一点 所以感官 就还有一个关系区 关系对我来说 我一般会举例 我说我首先 我如果碰到问题 我第一个应对我是祷告 那是通过我跟神的关系 我跟他清心土意 好 这个关系 还有一个关系 我跟我的 比如说 丈夫 或者孩子 或者我的好朋友 可以去通过这个关系 或者有的是跟community 我们教会 是吧 这样的话 也是能够帮助我们 不要在那边 一根筋还搭在那 就是不要钻牛角节 可以出来一下 因为其他各种 你的这个群体 能够提供一个 different perspective 不同的一个想法啊 给我们一个启发呀 我们就可能会出来 所以第二是关系区 第三个 是身体区 比如说那个 像俊达很喜欢锻炼啊 或者很多人喜欢锻炼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的时候就 哎呀我就 好不想锻炼啊 但是锻炼 精神来了 所以我经常问大家 说你到底是 哪个先呢 是感觉在先 还是行动在先 一般人 好像感觉 我要觉得我想锻炼 我才去锻炼 那可能 you never get up 你可能永远不会起来 但是你就先去锻炼 actually action first and feeling will follow 所以他们去试了 哎的确是这样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一运动 什么一些很好的 叫快乐 荷蒙都会被release oxytocin啊 什么dopamine啊 都会release 我们就会快乐起来 有的时候 要逼自己一下 然后反倒就快 这是这个 另外一个 可以使用的 也不一定 你每次都用那么多 那有的是 你能想起来 那个moment 那个时刻 能够用什么 你就用 还有一个当然是 小心里去 心里去 就来看我们的情感啊 我们的思维啊 还有我们的信念啊 观念 心里去是个 比较低 比较深的 很多其他的都不管用 最后 哦原来的心理问题 所以基本上 你其他的人 如果自己做 还不行 所以为什么要看 专业辅导师呢 那就是professional 来帮你这个 在进一步 来帮你unstuck 但是他当然 有的人 其他的感官 关系和身体 都不一定会做 所以呢 心理辅导师 也可以 guide you 指导你 你去试试看 试试那个 好 所以大家觉得 这个有没有趣 可惜没有 power points 所以这个 第三点 就是讲 help 辅助 软弱的人 有的时候啊 这个你看 这个层层深入 这个保罗在这里 讲到的这种情况 前面是灰心的人 灰心就是我们 一些小挫折 我们就很灰心了 很沮丧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 沮丧到趴不起来了 有的 我这怎么这么倒霉啊 就是祸不担心 one after another 很多的 好像就变成苦难了 就像我们去年 就直至现在 这个疫情 真的是很多人 就起不来了 就就变成的weak 那对weak的人怎么办 我们刚刚说 对灰心的人 我们是鼓励 是吧 可能有这种verbal 这个 我是不太喜欢 加油这种 我喜欢很具体的 要么就 要讲很具体的东西 加油很 我当然也是 better than nothing 比没有好 但是呢 我觉得 更具体的 怎么帮助人 跟他聊聊天 或者送点好吃的 或者这么的 是吧 就是比较具体的 原来就是 什么口罩啊 什么的 具体的 我们就可以鼓励人 但很多可能是 我们是通过言语 但是对了 已经趴在地上的 起不来的 这个weak 可能是 他是身体也 很软弱 心理也很软弱 我们就是要 扶持他 鼓励就是 鼓励你 加油啊 怎么样的 扶持就是 我亲自去扶他了 他就都已经站不稳了 所以呢 就是这个 同样的 我们要去 去教导他们 在我们所作所为 也让他们要 感到 就我们小孩 这个时候 我就这么多孩子 家长不得不 后来送到 专业辅导师这儿来了 就这些小孩 想着就要自杀了 就功课都 早晨都不想起来 就现在学校 有的人都不想去 现在好像学校 开放了都不愿意去 就不想 就像在被窝里躺着 不想起来 这一看 基本上我既然有经验 基本上就是 没有动力嘛 no motivation 忧郁症的一个 症状嘛 一个symptom 所以就是 他们都属于 就非常的软弱的 所以我们在辅导中 也特别 也是要同时给他 ABC 也要给他 acceptance security significance 无条件的接纳 给他安全感 告诉他的价值和意义 最近我用的一个video 我觉得非常有效 就是Nick 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 Life without limbs 大家知道他 就是没手 没脚 没烦恼 大家看过的是吧 就是这个Nick 他的一个比较 大概十分钟吧 我在辅导的时候就用 对这些想自杀的孩子 他们看了 哇 他们非常受鼓励 就是Nick 自己也说的 在这个video 他说 因为他从小长大 没有人给他做榜样 他觉得全世界 就是他这样一个人 所以他非常艰难 他也尝试过 自杀好多次 当然他后来说 Thank God 感谢上帝 我没有成功 自杀为谁 是吧 你看他现在 有儿有女 儿女双全 一个非常健康 美丽的太太 所以这个神 给他很大的赐福 他也帮助了 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 他就说 If you cannot have a miracle be a miracle 如果你 自己好像是 碰不到奇迹 他也想希望 手一下子长出来 或者腿一下 没有发生 找人谈谈 应该会有帮助 我可以帮你在网路上 搜寻自杀防止 所以他后来就说 他可以成为别人的奇迹 让人家看到 一个生命 即使生成这样 也可以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生命 所以就是他这样 扶持别人 不仅通过言语 我们在生活中 都具体的怎么样 帮助 比如说我们家孩子 他 我们Aaron吧 比如最早的时候 他有一次 考驾照吧 那个比试就没过 叫我以前 就说 怎么没过啊 好像他就是 觉得他 原来我就希望 他一次就能过 不但要开车 给他送去 很麻烦 就你看 人家没过 已经很难过了 我就来一句 怎么回事啊 你看多烦人啊 那我后来 他就反正看我 我就觉得很内疚 但我现在就不会这样了 我会现在讲 哦没考过 你已经准备了很多了 你已经尽力了 没关系 我们下次再考 这就是 鼓励是吧 扶持 他在疫情中间 也碰到很多 不顺的事情 不顺的事情 就是这个 好像很多事情不顺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陪伴他 所以在这个 一个人最软弱的时候 我们家长 父母 什么样态度 最重要呢 大家想想看 就我刚刚说了 就是 同在 be with 所以耶稣的名字 叫什么 Emmanuel 是吧 就同在 所以这个是 其实对任何人 尤其对我们孩子 是最重要的一个信心 be with 其实我们从神的 这个 大家能看到 这个三位一体的 这个图像 神三位一体 Trinity 就是他自己就是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弄吧 大家能听到吗 那边 这个电脑上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呢就是这个 神本身 圣父圣子圣灵 他们都是永远的 永远是从 Eternity to Eternity 永远 自由永远的 在一起的 永远是彼此相交的 所以这也是 告诉我们 我们人都是要反射 神是照神的形象做的 所以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 也是要反射 三位一体的神 这个Trinity 就是这个同在 be with 最重要的 怎么样 反映出来 be with呢 第一个就是 就是要告诉他 我看见你 就是他如果有什么动作 表情啊 我们能够把它表达出来 他就知道 我们在关注他 第二个呢 就是我听见你 I hear you 就是说我 你说什么话 我能够 如果能够重复的话 他就觉得 我们在聆听他 聆听的一个能力的表现 怎么样表现出来呢 是不是我们就在那边 干点头 算是聆听了 可能就在进来这儿 出根本没 可能他听错了 要表达聆听 叫能够把人家的意思 复述出来 repeat 他们的meaning 他们说 你真的是 you got me 你能听懂我的话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能够把他的情绪 能够表达出来 那对方就会觉得 我理解他 如果有的人 我就辅导的时候 我看有的人啊 他眼睛里含着眼泪 在嘴巴上在笑 我就会指出来 我说你 你是不是内心很伤心啊 虽然你在笑 那种干笑嘛 你看出来 就是我们叫做 incongruent 就是理外不一致的 他是因为 为什么他从小习惯了 他觉得 把内心的软弱 反映出来 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所以他总是这个 打碎牙齿 什么肚里咽那种 所以就其实会 人生中会遇到 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他 但是我指出来 他觉得 我理解他 虽然他好像有个干笑 但是我看他 我能看出 他眼睛里 好像有眼泪 或者我就看到 在里面 他有这个悲伤在里面 所以这个 他就会觉得 我理解他 他就觉得 我很安全 他会愿意跟我 更多的来分享 所以如果我们 能跟孩子这样说 你想想 孩子会不愿意 到我们面前来 跟我们清新土一吗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要操练 我们 只有我们愿意去 聆听他们 关注他们 理解他们 他们才有 在我面前 才有安全 看到觉得 我们是个安全的人 所以这个 所有的是 为了要表达 I'm here 告诉我 跟你同在 我在这儿 还有一个I care 我在乎你 所以这个是 就要跟他 在他们 尤其在他们 刚刚说最软弱 都要趴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要跟他们 convei 传达这个 这个message 这个信息 具体同在 怎么做 我刚刚已经说了 言语 行为 还有情绪 对不起 所以第四点 就是 忍耐 这个很有意思 但有的时候 我们忍耐力 好像都很 有限 孩子一直趴的 就起不来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放弃了吗 还是说一些 上气的话 但是我们看看 保罗再怎么样说 他说 be patient 就是我们要忍耐 然后这里是说什么 忍耐是什么 with everyone 就是各种各样情况 不管他到了 什么样的地步 灰心啊 或者软弱啊 上气 我们都是要忍耐 都是要各方面要表达出来 所以 我们知道 我们的孩子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很少 我觉得很少也会有岁月静好 我不知道在座的怎么样 我祝愿你们岁月静好 那我 我是觉得 我也没这种期待 要岁月静好 永远也许 我觉得很少 也许永远不会有 这个但是没有关系 但是因为我们有 神的应许啊 耶稣说 世上有苦难 在他里面可以有平安 这个忍耐 你看看神跟我们是怎么忍耐的 就 First Chronicles 1634 历代至上 1634节 所以说 应当称颂耶和华 因他本来善 他的词爱是什么 永远长存 不是一天一个月 而是永远长存 所以我们通过所有的 这个孩子 不管经历哪个阶段 我们都要给他们展现 这个ABC 这个 无条件的接纳 给他们安全感 告诉他们 他们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大家看这几张照片 那你看不到 就我和我家 从单亲到从主 我们的 张牧师 我们两个原来都是 Single Family Single Parent 我跟我儿子 他和他女儿 我看这个Single Family 但是我跟我儿子 后来我们就变成一个 重组家庭 变成一个Step Family 这个小雪 他女儿没来的时候 那叫Step Family 到后来我们就有了一个叫 组混合家庭 从组家的混合家庭 小雪进入了以后 就来了 这个两个孩子 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这叫Blended Family 叫混合家庭 可能是比所有的家庭 就要难好多好多倍 几百上千倍的家庭 但是呢 感谢陈丹典 我们 我想我们就是一直在学习 我跟张牧师 就是在学习 在这么长的漫长的时候 20 20多年 27年了 多少年了 23年吧 23年了 我们这样一路走过来 应该是走过了 这个保罗所说的 这个每个阶段 我们一直在学习 怎么样子 鼓励孩子 怎么样子 扶持孩子 怎么样 忍耐孩子 可能永远忍耐下去 感谢主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愿意神的应许 向我们显明 马拉基书 马拉凯 4章6节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好 今天风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